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這支影片是要介紹射擊之星改版的主角妖精 妖精是天堂元祖經典職業之一 始終擔任遠程輸出的職位 那麼在這支影片裡 我會將射擊之星版本前後妖精所有技能的改動都整理出來 並且分享技能轉換清單以及取捨的優缺點 還有可能幫你們節省資源的小技巧 還有裝備選擇相關的建議喔 在影片開始之前 麻煩各位動動你們的小手 點個讚加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全新一般級技能流星 射出蘊含流星之力的魔法箭矢 能夠穿透敵人並分裂擊中負數目標 屬性為共通屬性 技能功能如下 第一個順發技能可下拉 第二個技能範圍根據武器的等級有所提升 武器等級就是所謂的 白綠藍紅紫金 這個武器等級啦 取得方式為血蒙商店跟怪物掉落 對這個技能我的評語是 名稱跟版本齊名本以為是妖精強大的PVE技能 但實際效能卻不如預期 兵取得方式容易 所以練功的時候各位還可以加減利用一下啦 全新一般級技能火之防護 得到火之精靈的保護 減少所受到的傷害 屬性為火屬性 能力為被動技能 近距離武器限定 提升傷害減免25% 取得方式為血蒙商店跟怪物掉落 我的評語是 他能讓火妖化身為聖劍的技能 自帶小聖劍 給近戰火妖魂的玩家多一層的保護 第三全新一般級技能水射之劍 利用水之精靈的力量射出治療之劍 屬性為水屬性 技能功能 一順發技能可下拉 二攻擊目標對象回復HP 取得方式為魔法傷人跟怪物掉落 我的評語是 能夠協助法師拉血的技能 一排水妖在幫補的情況下 也許能夠讓打手瞬間回滿血 或者快速返回戰線 第四個 全新一般級技能水牢 攻擊時目標以一定機率 囚禁在水牢之中 並且在破除後受到水之緩速的debuff 屬性為水屬性 該技能為被動技 囚禁目標無法攻擊 移動以及使用物品 無法使用技能或者傳送 水之緩速的debuff 為降低目標的移動速度 取得方式 魔法傷人跟怪物掉落 我的評語是 版本躍進的核心技能之一 讓妖精多一個被動暈技的概念 它是一個必學技能喔 第五招全新傳說級技能水牢精神 它能夠強化水牢技能的效果 屬性為水屬性 前置技能水牢 該技能為被動技能 按能力為提高水牢的發動率 以及水牢的持續時間 並且目標在囚禁期間失去一切反擊技能的效果 還能夠強化水之緩速的減速效果 並且debuff期間禁止使用位移技能 囚禁目標還會持續被水鯊於竊取最大HP百分比的生命值 恢復到自身的生命值 取得方式為怪物掉落 我的評語是 版本妖精核心技能之一 能進一步提升妖精對反平跟位移技能的反制能力 強大無比 必學技能 第六招全新傳說級技能 精靈之雨靴 賦予精靈王力量的魔法鞋 可以激發速度並賦予精靈視覺的能力 屬性為共通屬性 該技能為被動技能 能力為增加移動速度 移動時一定機率發動精靈衝刺 該能力為短距離位移 並且可解除敵人的標記 追擊時一定機率發動精靈衝刺 並於衝刺後一定機率再發動精靈重擊 所以這是給予目標額外的傷害 然後精靈重擊發動後 又再以一定機率觸發夜之視野 就是目標無法逃脫你的標記 取得方式為怪物掉落 評論為這是一個備受爭議的技能 實際應用只能等到有招一日 我學成之後親自體驗啦 第七招全新神話技能 精靈之劍 借助精靈王之力 召喚致命的屬性之劍 能抵消目標的遠程防禦能力 屬性為共通屬性 該技能為被動技能 能力為根據所學習的屬性 射出屬性箭矢 提升屬性的傷害以及暴擊率 以及提升無視遠程傷害減免的能力 即使沒有裝備箭矢也能夠攻擊 但聽說攻擊力是比裝備箭矢還要再低一些些啦 取得方式無 目前版本沒有正確的掉落方式 我的評論是版本妖精核心技能之一 歸類在第二神話技能 可透過轉職學習無法合成取得 能夠進一步強化妖精的能力 讓傷害爆發性提升的技能 轉職有的轉必轉 第二個裝潔為技能改動的部分 而這裡所說的技能 就是在韓版妖精改版的時候 官方並沒有特別明確提到 但實際上卻有做過調整的技能 第一個技能是白技的暴風神社 原本的屬性是 提升遠距離傷害以及命中力 改動後的技能 增加了遠距離暴擊提升 第二個改動的技能是水之元氣 這個技能是直接從技能單位被移除了 大家會想說他去哪了呢 當然他能力還是保留著啦 只是被併到了另外一個技能 生命的祝福裡面囉 第三個技能改動就是 我們剛剛提到的生命的祝福 那這個技能就是直接 將原本的水之元氣技能合在一起 在使用的時候有一定的機率 可以觸發水之元氣 讓治癒量翻倍喔 那這個改動就是讓水妖的續戰能力 人性化的提升了 第四個改動的技能 就是精準射擊啦 那這個技能的改動 對於體感上面比較 武感一點點 就是將原本 拿弓的時候 8格的使用範圍 變成10格 第五招改動為 屋濁之水 改動的內容跟精準射擊 一樣 拿弓的時候 8格變成10格的施放距離 另外 他還新增了 減緩移動速度的效果 那水妖你只要搭配了 水療精神啊 那我必須說 下個版本的緩速大師 就是妖精啦 第六招技能為 大地捕捉 這個技能的改動跟精準 他們類似 從原本的6格施放距離 變成拿弓的時候 10格的施放距離 第七個改動的技能 為火焰之劍 他與精準一樣 拿弓的時候 施放距離 從8格變成10格 另外 如果施法者 學會了烈焰武器 則會額外再獲得 近距離閃避無視的效果 第八招改動的技能為元素治癒 他除了既有的能力之外 還新增了解控技能 在使用的時候 以一定機率召喚出精靈女王 幫你解除暈眩 恐懼 還有擋腳的效果 另外在HP第15%的時候使用 則精靈女王必定出現 幫你解除以上效果唷 第九招改動的技能 就是關鍵技能啦 精靈隱落 原本是 血蒙商店70萬名譽幣的廢技 改版之後變成了一招 神技 三重死 精神 這個技能 就是提升你 三重死的額外傷害 並且 一定機率觸發 精靈隱落 降低目標的攻擊速度 而且這個技能是可升級的唷 他可以升級之後可以提升精靈隱落的觸發率 並且增加精靈隱落降攻擊速度的趴數 這就是未來改版後的核心 必學技能之一唷 第10招技能就是暴風神社精神 第10招技能也是妖精的必學子技之一 那這個技能是200萬名譽幣可以獲得 在改版後新增了遠程暴擊率 以及遠程暴擊傷害提升的效果 這也就是為何下個版本 攻腰傷害會如此變態的原因之一 第11個改動的技能是靈魂屏障 這個技能也是原本血蒙商店200萬所換到的傳說技能 並被大家歸類為半殘廢技能 在改版後 變成一招好用的神技 它能夠提升MP的絕對回魔 並且在殘血的時候 會產生與MP成正比的護盾來保護事發者 即使妖精被打死或打飛的時候 你也不會有MP續航力不足的情況發生 第12招技能為刺穿之使 原本的能力為攻擊時忽視目標部分的遠距離迴避 在改版後 新增了遠程迴避穿透的效果 並且增加遠程傷害減免的能力 基本上這個技能在改版後 成為了妖精的核心避雪子祭之一 第13招技能是精靈仇領 這招技能也是妖精避雪的核心子祭之一 它的改動相當的多 我幫各位一一介紹一下 首先 使用精準射擊的時候 會額外降低目標的風屬性抗性 並且大幅提升自身的遠距離傷害 第二個 使用大地捕捉的時候 會額外降低目標的地屬性抗性 並且增加自身的傷害減免 第三個 使用污濁之水的時候 會額外降低目標的水屬性抗性 並且增加自身的遠距離傷害減免 第四個 使用火焰之劍的時候 會額外降低目標的火屬性抗性 並且再降低目標的近距離迴避 這個技能改動的非常大 也是妖精傷害暴增的原因之一 第13招 也就是最後一招改動的技能 就是經濟精靈守護者啦 這個技能可以讓你的大精靈在攻擊的時候 施放指定的debuff技能喔 那施放的技能種類 依照主人所學習的精靈處境而定 有火焰之劍 污濁之水 精準射擊 以及大地捕捉 讓會戰的時候 你的大精靈更具威脅性 好啦那以上就是這次妖精版本 所有改動的技能幫各位整理好囉 接下來我們即將進入下一個章節 改動的攻擊 後庭 會有出門的 jeu 每天類都是